哦 我只能講一句話 柯文哲真的 大家都說跟韓國瑜是老朋友 他真的不了解韓國瑜 韓國瑜聊一些什麼中美式的 兩岸式啦 私底下經常在聊 只不過是以前都沒跟他聊而已 好不好 所以說進步 現在當然要趁韓的時候 一定要說他進步嘛 不然怎麼辦呢 其實趁韓的目的是在什麼 弱化侯友宜嘛 你看侯友 韓國瑜十四號開始 每一個大場子幾乎都去了嘛 韓國 侯友宜的場子嘛 他就是要弱化 弱化侯友宜嘛 你記得一件事什麼 他不是說要跟人家 問他韓國瑜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哇 你看柯文哲的表情很驚訝 但是驚訝過程中 他冷靜了兩秒才驚訝 當然韓國瑜 你記不記得朱立倫說了 哎不對啊 你跟我講的是兩個女生嘛 對 侯友宜說 哎我聽到的是一男一女嘛 但是一男一女不是 郭台銘不是抽開臉喔 講的是國民黨內的人喔 講的是國民黨內的人喔 我只問一句話 你講的國民黨這兩個人的時候 你有沒有跟侯友宜說了一句話 這兩個人都比你強 有沒有講過這句話 如果有講過難怪侯友宜二十二號 那個辦公室的會議裡面 炸鍋了 對 很生氣 好 當然啊 套一句侯友宜的人說 侯友宜是正常能量的釋放 好 這個正常人都會生氣吧 正常情緒 不管說是一男一女或是兩女 那意思就是不要侯友宜 這都不用講了嘛 不用講了 那不要侯友宜 你就乾脆說了嘛 那在那邊說什麼 然後你現在還想要再矛盾說 你看王金平 他見王金平 王金平也講話 也開始也不是那麼客氣 你見完侯友宜 見完朱立倫 你還來見我幹嘛 反正你一個人也選不上 反正講話現階段 國民黨內的人 大概都瞭解到說 我們不能再被柯文哲 這樣玩下去 當然基層很生氣 你一下批霜 給你選 選不上 跟跟這一些邀請 這些名嘴吃飯 又跟名嘴講那麼多 到最後都放出來等等 基層是已經很火大了 現在大家都在看朱立倫 你什麼態度 如果基層真的炸鍋 我相信朱立倫也不敢 如果基層沒有炸鍋 朱立倫敢不敢把侯友宜賣掉 我打文號 你打文號 我覺得政黨協商走到現在 是越來越難走了 主要是國民黨的基層 已經氣炸了嘛 其實很多議員都說過 他們接到電話嘛 其實我聽到 包括連黨中央裡面 有些人都已經開始很不爽了嘛 我接到電話打不進來 我接到電話打不進來 都已經很不爽了嘛 都已經很不爽了嘛 那柯文哲到底要在國民黨裡面的矛盾之中 到底要玩多久嘛 其實你看今天的說法就很有趣 侯友宜是說 總統不合作就沒有聯合內閣 柯文哲說 不是你一個人說的算嘛 那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說侯友宜現在是 總統的國民黨總統參選人嘛 那你也說過政黨協商 不能排除侯友宜嘛 那侯友宜也講得很清楚 那朱立倫也講得很清楚啊 朱立倫也改口了嘛 就說如果總統裡面談不下來的話 聯合內閣也沒有了嘛 現階段已經大體上走到這一條路上了嘛 當然他說沒人 不是沒人說的算 是他說的算 這侯友宜說的 那沒人是誰 如果 朱立倫啊 對啊 你可以看到那一天 他們兩個聯合開計程會的時候 侯友宜把麥克風拿給朱立倫說 講了什麼 沒人不 沒人不 前某種程度上 侯友宜最訪的就是朱立倫 把他賣掉了 沒人最後把新娘賣掉怎麼辦 不是啊 我們 您就知道有一句台語嘛 沒人嘴 亢亂 對不對 這句話 這句話 已經流傳多久的一句台灣語言嘛 當然可以看得出來 柯 柯一子還想要談 柯一子還想利用國民黨嘛 尤其是立委這一塊嘛 他可不可以去幫立委站台這一塊嘛 極大化嘛 他現在就是要講這一塊 否則你看他提了十一二個人 他要去哪裡站台 他一定想要站國民黨小機的台啊 而且站國民黨小機台有一個好處耶 就是說立委選舉選過舉的人都知道嘛 我站立委的台 那如果台底下誰要動員 是立委動員耶 那立委動員 那國民黨的立委動員是動員哪裡的 當然是動員他自己體系 國民黨體系或是組織體系 或立委體系的人嘛 那柯文哲去的話 跟你說我去你要動員哦 比在侯友宜動員 人動來了 結果柯文哲也動員 結果人數比侯友宜還多 場面比侯友宜還熱鬧 在那喊柯文哲當選 氣寶自然產生了 我根本喊都不用喊 光靠這些場子就去嘛 所以他當然想 還想一絲的失望 是談聯合內閣跟立委合作嘛 但你看得出來 侯友宜是不選 不跟你玩了啦 二十五號晚上的侯伴 裡面的氣氛就是讚 就是準備要開戰了 那侯友宜現在是對柯文哲 已經是不爽到極點了 那回過頭來說 你看柯文哲在講說 最喜歡的是韓國瑜 人家問他的時候 他很訝異說朱立倫說燈嗎